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在今天的节目上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何断舍离我们的烦恼 或者是如何释放我们的压力 那当然今天节目上不会告诉大家 来我们去吃吃饭 吃大餐 出去玩 或者是去运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观想 如何使用观想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释放心中的那颗大石头 最近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发现我胸口有点点闷闷的卡卡的 有点呼吸不是那么的顺畅 那就会影响到我的睡眠 甚至是没有办法入眠 又或者是我睡觉起来 我发现好像没睡好没睡饱 那如果说你有这种状况的话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方法 不妨可以试用看看 我自己的实验是挺有效的 那怎么去观想呢 我觉得当我们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胸口卡卡的闷闷的 或者是情绪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把这种感觉具象化一下 因为它本身看不太见 所以你要用一点想象力幻想一下 我自己是会把它幻想成一颗球 它是一颗感觉有很多 非常混乱的这种气流扰动的球体 它不是一颗实心的球 但它就是一个空气球的感觉 那里面的气流是非常的混乱的 感觉很污浊 那这种不太好的球体呢 就会在我的胸口前面 在我的身体前面 我们去想象它的存在 所以这个想象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想让我自己感受到 这个东西它本身不在我的身体里头 它其实是外在的东西 因为我太靠近它了 所以会感受到这种很不舒服的能量 而这东西影响到我了 当我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会好像用第三人称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情绪 我觉得我跟这个情绪之间 其实是有距离的 那我不要去摄入它 然后我不要去认同它 所以当我不要去摄入它 不要去认同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受到自己 其实是很平稳的 我其实还在那个平稳 在那个很和谐的状态下 只是我外面可能有一个暴风 在那边不断的扰动 那这是第一点 就是不要去摄入 不要去认同那个情绪 跟它保持住一个距离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会去观想说 这个扰动的气流 也许跟我身体有一个 无形的连结 那我想要把这个连结断开 并且很主动很积极的 去把这个气流往外推 好像小时候我们在玩那种吹泡泡 泡泡在空气中 有点宰富宰成的飘动 那我们可能会用手 或者是用扇子把它扇一扇 让它可以飘得更远 让它飞出去的感觉 就是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想象 我把这个扰动的气团往外推 赶快把它推出去 或是赶快把它扇走 然后你就想象它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那你前面就变得很开阔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试过好几次 我发现都蛮有效果的 当我去做这样子的观想的时候 我发现我心里头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种很混沌的感觉突然就会变得比较开朗 清澈一点点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做分享了 当你遇到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可以先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具象化 也许我们一开始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或者是一个源头 但没有关系 我们处理情绪第一步骤 看到它之后 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具象化 然后把它具体化之后 我们就试着用观想的方法 想象的方法 OK 它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帮助你自己把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这种你不应该认同它的这种 不好的东西 给它往外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家里头的垃圾 把垃圾断舍离掉 往屋子外丢 应该没有人喜欢把垃圾囤在家里头 所以用这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先卸下心中 不应该存在在你体内的情绪 这种垃圾 那接下来也许你有机会 你有时间 你有多余的心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觉察一下 到底这样子的情绪来自于哪一个部分 那我们再去找方法来解决 就会比较积极 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好 以上节目 短短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如何跟我的烦恼 跟我这种胸口闷闷 卡卡 难以呼吸的这种压力 say bye bye 断舍离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 或多或少 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订阅 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我们下期节目见啰 拜拜